我设计的这个图案是以一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就是你随性画一个三角形 它不一定要是有规则的 线条也不一定要很直 那画好一个三角形之后呢 在里面的三个边画出三个弧线 然后在中间再画一个圆 那把其他的地方涂黑 这个就是中间那个圆就好像 我们在专注的在洞察一件事 的那个集中的那个圆点 好第一个画完之后呢 第二个很关键就是你要 从第一个呢你随便找 它的其中一面 然后画出一条等距的线 那接着再把另外两条也是随性的 按照你想要的角度宽度去把它再连接成一个三角形 然后一样就是在中间画三个弧线之后 那剩下的空间再画一个圆点 然后其他地方涂黑 那就是一直不断的仿照这样的形式来完成 那就是第三个三角形你就是从画面里面随意的找已经画好的三角形里面的任一边 那你就先画一条线是跟它某一边一样长 那接着另外两边你就是一样很自由的去画出 你随手能够画出你喜欢的那个三角形的形状 那一样再把中间的圆点画出来 其他剩余的空间涂黑 所以关键就是先要找到其中一个边画出一条等距的线 那另外两条线就是你随性的去把它连接起来变成一个三角形 那再去完成里面的三个弧线跟圆点点 所以这个图就是它没有一个规则 它不需要打格子 但是它必须要先把第一个完成 第一个完成之后 你每一个你的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就会有所依循 那你可以很自由的发展 你看你下一个三角形想要从哪里开始画 你只要去找到一个对应的边 画一条等长的线 你就有办法再完成每一个每一个三角形 那因为这个图形呢 中间需要涂黑嘛 所以会需要花费多一点点的时间 所以大家要耐心 那这个图我觉得它最有趣的地方是 当它自己一个人存在的时候 看起来就很普通 就是一个普通的三角形 只是里面多了一个小圆点 但是当你不断不断地重复画出这个图形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让人很意外的效果 那它是一个非常好运用在很多创作里面 尤其是等一下我们整个画完 上了阴影之后 它的效果会更棒 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要先很有耐心 把一个一个的三角形把它完成 那因为要涂黑的范围其实还蛮细的 所以在画这个图案的时候 会费一点点眼力 手的控制力也要相对好一些 我这个图案真的就是需要重复 然后有一定的量 你才能看出它的效果 那像那个画面上 左边的那个范本 我是让它填满整个方形 那我现在示范的这个呢 我就是不想要给它有一个范围 我就是自由一个一个三角形的掌 就是画到我觉得我想停手 我就会停下来 所以画这个图形 有趣的地方也是 当你开始画一直到结束前 其实你都没有办法预期 你的图会长什么样 就是随着你当时候的心情 画的感觉 你可以说停就停 就是不一定要把整个画面给画满 感觉对了就可以停滴 然后我用的笔呢 是二号的笔 那我现在画的这张纸 是官方的纸张 它其实用的是纯棉的 吸水性很强的 类似像水彩纸 那它纸的纹路还蛮明显的 它是比较细的水彩纸那种纹路 所以比在画的时候呢 没有办法线条很均匀很细 会蛮有阻力的 因为它的纸张 第一吸水性很强 第二它是有颗粒的 所以在画的时候 你的每一个线条 它没有办法是很流畅 但我还蛮喜欢这种 稍微有一点阻力的纸张 它没有那么平滑 但是画起来就是 每一条线会有那种颗粒感 虽然看起来是一种不完美 但是我会觉得好像每条线条都会呼吸 那也因为这个纸张的特性 所以如果你觉得想要线条比较均匀的话 那建议有一个方式可以稍微调整 就是你画的速度放慢 你的线条的呈现会更均匀 那你画的速度越快 它线条的那个会有更多刷白的部分 所以就是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线条感 那当然我觉得画 缠绕画其实是为了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 所以其实放慢速度很重要 然后建议大家在画的时候也可以搭配 喜欢的音乐啊 或者是喜欢的气味 这些都可以帮助自己更专注在当下 然后可以随时把你的纸一直转各个不同的角度 来看看自己是不是要继续画下去还是要停笔 好那我们现在找其中一组 就是每个顶点都聚集的 那我把它当成是一组 那我就用铅笔把它整个圈起来 它就会有那种聚焦感 它们就会成为一个一个的群组 本来是一个个不相关的 然后用这个画阴影的方法 我觉得非常的独特 然后画起来最后呈现的效果真的 会还蛮令人惊艳的 就是好像把刚刚每一个不相关的三角形 把它们给串起来集合起来 然后感觉好像每个三角形都会发光一样 我我很喜欢很喜欢这个图阴影的效果 然后握笔也是就是你的笔呢 可以找短一点的二笔铅笔 然后你的笔就是可以比较平 怎么讲 跟你就是比较平斜度 比较斜 就是用笔的侧面去画 去画那个铅笔的碳粉 把它留在纸上 就是像我们现在拿纸推笔的角度一样 所以你可以找一个比较短的铅笔 这样画出来的影子会非常非常的自然 如果你拿的角度是比较垂直的话 那个每个铅笔线都会 会比较立 会比较尖 比较细 我涂起来会比较没有那么柔顺 自然 那我现在纸推笔一样 就是把刚刚画铅笔的部分 轻轻的把它揉开就好了 推开 我不需要很用力 效果就会好像每个三角形都在发光 然后它们就是彼此好像都连接起来了 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的好 完成了 所以画满跟不画满都别有一番风味 你自己可以选择 那像中间这一张是我先画了一个范围 用铅笔画一个范围 再把三角形填进来 效果也是还蛮好的 效果也是还蛮好的 做梁 用四角形填进来 作评论 用户装 用箱的字幕 希望龙扭 能订成